帶了1653位校友和同學的簽名 和過半數72個屬會的聯署來到這裡 很希望梁主席可以聽我們的訴求 當中包括堅守 不要讓政治干預成為輪選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希望可以公開有關輪選副校長的所有文件 去告訴同學究竟有沒有干預在當中 和交代會否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有關的事項 我今天很高興有機會 和新的學生會的主席和council 有多少聽他們的訴求 我自己作為以前學生 作為今天的校務委員主席 我絕對歡迎這件事 也很希望以後有機會和學生談這件事 剛才我剛才說了鄉大學是這麼久的歷史 我們每一件事都有一個規條 有一個制度去做事 我們以後一定會跟著這個制度去做功夫的 其他一樣東西 就要一直看進展如何 我們才可以和大家回答 好嗎 你見到他重新一次 他會捍衛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問題 但其實他沒有一個正面的答覆 就著是否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第一 他也沒有正面回應 就是他可能如果你說去委員 早前委永庚 其實都看回有些消息指 其實他會說是一兩個月之內 其實就已經會完成了五位副校長的委任程序 都沒有交代 剛剛梁主席都沒有交代到究竟 為什麼就是負責那個學術人士 和資源的副校長的席位 那麼久都還沒有委任 他沒有交代當中的事情 都有一些消息是講到就是說 可能是在輪選副校長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政治的干預 那麼不其然就令人想起就是 就是鍾廷堯之前的民調風波 就是董建華透過中間人老長安去干預他的民調 那麼再看回就是可能梁振英 其實他也都曾經是在施政報告 就是點名批評學院 再到可能今次傳出的消息 之後也都在後續也有消息說他干預那個 就是榮譽學衛的辦法 會看到其實這個不是單一的事件來的 在我們未來的將來 所以就很希望就是透過這件事件去換起 就是大家對於港大的 或者對於是專上院校的 大專院校的那個學術自主 和等等方面那個自主的問題